梦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明明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 离开很久的人 到了梦里 都还是有一种重新来过或是再见面的机会 思念的眼泪 也好像特别容易在梦里流下来 以为早就忘记的人 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呢 几天前 在熟悉不过的房间里 出现了我不认识的笔记本 不认识的游戏账号 不认识的角色 不是我的 那会是谁的呢 十年来不曾断过的讯息 想要传到哪里去呢 不要忘记 我们曾经在那片树林里 一起埋下的 我们故事的起点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总会在梦里走进一片树林 慢慢开始熟悉那片树林的样子 甚至是气味 甚至是气味 公车 回头回头回头 嗨 查理斯 早安 我要去找一片树林 快赶我们上册 先这样啦 拜拜 看着窗外 我不断重复地想 如果真的有那片树林 我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呢 跟一个人 在某一棵树下留下一个记号 这样的熟悉 一定不是什么所谓的急事感造成的 因为 那个铁盒就在这 来吧 嗨 查理斯 早安 我是Charles 一个只求走路不久长相的一般男子 在我眼前的这个女孩 她回来了吗 不管以后 我们成为什么样大人 不管我们 在一起 我们都要约定好 一起回来这里 要记得现在 我很喜欢你 不要 消 失 就这样 她在我的世界 消失了十年 梦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明明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 离开很久的人 到了梦里 都还是有一种重新来过 或是再见面的机会 思念的眼泪 也好像特别容易在梦里流下来 以为早就忘记的人 其实从来就没有忘记 十年了 我还在我们的完美世界等你 你呢 还会记得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